家联健康 关怀维护您的健康 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家联健康单元外景队 来到了位于工业室的康福当日手术中心 那么在我身旁这位 就是手术中心的院长张和雄 张院长 张院长你好 你好 张院长同时也是麻醉科的主任 那么也曾经在康奈尔大学训练过 然后是耶鲁大学的副教授 是 那么今天呢 这个教学长要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康福手术中心 会做什么样子的手术 那么首先告诉我们 这个手术中心成立多久了 我们这个手术中心 差不多两年 花两年的时间筹备 那么是去年 2011年11月的时候开始开放 对大众服务 而且这个手术中心非常特别的是 它是一个当日手术中心 也就是说早上又或者是中午来 接受手术之后 当天就可以喝下了 对对对 那么现在院长要带我们来看一下 手术中心的内部 有什么样子的手术房 然后可以实施什么样子的手术 这个是我们 我们这边有两个这样的房间 我们是做这个大肠镜 跟这个胃镜的设备 大肠镜和胃镜的设备 那么我们这个是最新的 Olympus 最新的大肠镜 胃镜的设备 那像这个 这个就是胃镜 那这个东西 就这样放到 哦就是从你的嘴巴里面伸进去这样 那这个胃肠科的医生就会这样看 哦目前现在大肠镜跟胃镜的还是要施打一点点麻醉吧 啊对 目前的麻醉方法也是这个 胃肠科的医生他自己麻醉也可以 或者是我们麻醉医师很麻 嗯嗯嗯 那有时候病人需要麻醉医师 我们就进来 那大部分呢 现在是这个胃肠科医生会进行麻醉 因为保险公司认为说 这个麻醉医师都可以 不太需要的 好我们这一间啊 我们这间是比较小的这个开刀 主要是做痛科 那痛科就是说很多病人 譬如说有五次 把腰这个 腰肌垂关节的那个 腰肌垂关节突出 那种的病人 我们可以在这边给他治疗 用打针的方式 那就是用这个X1 这是X1的机器 那X1照的话 我们马上就可以看到 骨齿在什么地方 那这个打针就打到精确的位置 这个也是当天就可以回家的一种 哦这个打完 一小时就回家了 这个是很轻微的麻醉医师 所以这种治疗 我们现在在这边也是 做的蛮多的 做的蛮多 但是这边的东西的这个 这种方法治疗 还不随便 因为大家不知道 所以它的仪器上是很新的一体吗 这个也不是很新的 这个本身是新的 但是我们这个仪器 是X1科的仪器 不是跟这个大的X1科一样 我们是马上可以看马上可以 哦 是是 一面看一面打字 是是是 所以还是跟我们刚刚讲的一样 很多以前呢 很多人以前是必须要到大医院 才有办法做这样子的治疗 对对对对对 但是对于很多年长的朋友来说 哇去一趟医院这个是有折磨 对啊 对不对 所以现在会方便走进来 对啊 我们病人走进来都一歪 歪腰的 然后走进去就直进来 歪腰走进来 然后直到直进去 对对对 太好了 大家很高兴 是是是 好我们再来往下面看 还有哪些手术的房间好不好 那我们病人就刚才在那个 准备室弄好医生病人就 带到这里 嗯 嗯 手术大医 嗯 嗯 那我们开放外科的手术啊 嗯 很多可以做眼科可以做白内障 眼科的白内障 那一般外科呢 可以做生气 就是说鸟 生气 还有我们这个 呃 档囊切除 都可以在做 我们现在档囊切除也是 也是当天就回去 也是当天就回去 以前要住院住三天 对 现在当天就回去 还有很多骨科的开刀 都给大家开刀 OK 那我们这个这个开刀好像是 很新的 很方向 那么这个机器呢 是 就是隐下的 我们譬如说骨科医生 用那个这个关节 进去关节 他就可以在那里看到 很隐下 在我身旁这位就是非常漂亮的 护理长 护士长 Michelle你好 你好全力各位观众大家好 是刚刚张医师有跟我们提到 就是说当日手术呢 其实就是非常快速非常方便的 对 当天就可以出院了 对没错 那么护理方面怎么办 在手术的恢复 是 那如果是肠胃进手术方面呢 病人的话 如果说 护士有告知你 一个礼拜不可以吃 Aspirin的话 那就主要是一个礼拜 不要吃Aspirin 因为医生可能在你的肠胃道里面 你拿一些 specimen 拿一些小小的切片 那小小的切片 如果你本身有继续不用Aspirin 会影响到你的血小板的功能 所以有时候怕你会有出血 所以你如果做肠胃进 检查了病人 有做切片的话 护士如果告知你一个礼拜 不要吃Aspirin 你就要平用Aspirin 那做完肠胃进回去呢 第一餐饮食我们建议你就是吃一般的流脂饮食 或暖脂饮食 那第二餐开始 如果你没有恶心 嘔吐还有腹泻的情况下 你就可以吃正常的饮食 那再来我们提到 这边有很多的眼睛的手术 那眼睛的手术回去要注意事项 就是说 你要保持你眼睛的护盖 不要去动它 一直到隔天你去看医生 那医生告诉你要怎么做 你就跟着医生的处方去做 然后回家记得不要拿重的东西 不要拿重的东西 那不要弯腰 或是做清光炎手术 就不要弯腰 不要体重 那白内脏手术 对不起我说错了 白内脏手术 不要体重的东西 不要弯腰 那有些像是我们玻璃的话 有些病人医生会因为里面放特别东西 会叫你要Fest Down 你要朝下 那一种是非常特殊的情况 所以其实就是要遵照医生的指示 对千万不要自作聪明 对 医师怎么说 护理长怎么说 我们就怎么做 这些护士都会跟你介绍 对 那我们其实现在这个地方看到的就是 所谓的这个手术后的恢复式 恢复式 对不对 那恢复式的话 因为这是一个当日手术 所以在恢复式的时间不会很多 一般看你的手术是怎么样 一般如果是肠胃镜的话 通常留在腹部室大概30到40分钟 比较清醒就可以回家了 那如果是你是做腹部向扇气手术的话 大概要留一个小时 然后用冰块给你冰敷 那如果眼睛手术的话 眼睛手术通常大部分都是比较轻微的麻醉 所以眼睛的麻醉 所以眼睛的麻醉大概20分钟到30分钟就可以出院 所以这里都有专业的护理人员来照料 对,我们的护理人员都是很专业 而且他们有很熟练的技巧 而且他们的态度都是非常亲切 是 我们这里也做一些免容手术 比如说拉皮、纹乳 那这些可能因为这些疏忽会比较疼痛 那这一方面的病人 我们大概就会和一个半钟 到两个钟头才让他出院 让他的止痛做得比较好才出院 是,那如果在回家之后 患者觉得好像有点不适的话 那怎么办呢? 他们可以打电话给他们的医师 你打电话给他们的医师 医生会根据他们的主术来做判断 那如果真的医生觉得你有什么比较大的问题的话 医生可能会派一些 比如说家庭护理的护士去给你把试 就是home visit 家庭访式的故事去看你 或者是医生隔天的马上叫你去看他 今天真的非常谢谢我们张院长和我们的护理长 给我们这么详细的介绍 康福当日手术中心 你谢谢带给我们这么便利的一个手术中心 你却节省了很多病患跟医生的时间 谢谢护理长 谢谢大家 谢谢观众朋友 谢谢 谢谢观众朋友